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陀螺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个陀螺不转的时候就会塌下 但是转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站稳 今集的超感观物理 带大家一起探索一下陀螺背后的秘密 地心吸力大家都知道 不撑住东西的话它们就会跌下来 一个水瓶站不稳它就会自己躺下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其实跌都有两种 一个跌下的网球和一个塌下的水瓶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跌法 一个跌下的网球只有一个力拉住它 就是地心吸力 这个力会令到网球直线向下加速 越跌越快直至它跌到地位置 但是一个塌下的水瓶 就不只是被地心吸力拉下去了 大家看到 尿袋都会有一个向上的力 撑住水瓶 在这个过程 地心吸力最大的效果 就不是将水瓶向下加速 而是将水瓶打側转下去扭跌 水瓶就会向旁边越转越快 淋低了 地心吸力令到水瓶直线向下加速的效果 其实有不少都被这个向上的支撑力抵消了 所以如果我们想明白 为什么一个正在转的陀螺不会躺下 其实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一 为什么地心吸力不会令到陀螺向下加速 二 为什么地心吸力不会将陀螺扭跌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一个陀螺不会向下加速 是因为向下的地心吸力和向上的支撑力相等抵消了 所以陀螺就不会向下加速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有趣得多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陀螺转的东西有什么神奇 我们今天去拜访中大物理系的Professor Lewis 他对陀螺转这件事情有独钟 收藏了很多和旋转有关的玩具 例如大家看一下Professor自制的这款碟 它没有什么机关 只是一块圆形的纸皮 中间有个孔可以放一个fidget spinner 你把一只手指穿进去就可以转成一只碟 当Professor按下碟下面的时候 大家猜猜一下碟会有什么事 碟就会侧向下面 那么聪明的大家一定难到你们 不过当碟正在转的时候 就会有些神奇的事情发生 如果Professor按下转的碟下面 大家猜猜一下碟会如何反应 碟竟然是转向左边 我们又试试按向上面 那只碟竟然转向右边 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明白这件事 我们就要先明白旋转和扭力之间的关系 旋转大家应该接触过 一个物件可以转得快些 或者转得慢些 也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转 物理学家会将物件旋转的运动 总结做它的角动量 angular momentum 动量就是一件事 动得多快多劲 角就是和转动有关 所以角动量就是一件事 转得多劲 角动量会和物件的转动方向 转动速度和形状有关 不过这段片里面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物件旋转的方向 大家可以将角动量想象成一个圈圈箭嘴 物件向不同的方向旋转 角动量就会指向不同的方向 向相反方向转 角动量就向另一个方向 不过在没有扭力影响的情况之下 一件物件的角动量 是不会无端端自己变的 例如大家可以看看 Professor的另一个玩具 这件事叫做陀螺仪 Gyroscope 其实就是一个很漂亮很重的陀螺 美得你都不肯定它是否在转 其实它是在转的 这里是在转的 陀螺周围有几个外环 环环相扣 但是环与环之间可以转来转去 那我们就可以拿起它 大家看一下 我拿着左将它转来转去的时候 陀螺转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因为角动量 在没有其他扭力影响的情况之下 是不会变的 陀螺要一直以同一个速度 同一个方向继续转 好 那扭力又是什么来的呢 一块不动的东西开始动 就是因为有力去推它 同样地一块不转的东西开始转 就是因为有扭力去扭它 物理学家叫扭力做力矩 Torque 不过我们可以继续用扭力这种字 没什么问题 就好像角动量那样 扭力都可以想象成一个圈圈箭咀 可以有不同方向不同大小 那就代表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扭力 例如一个摆不好的水瓶会塌下 就是因为地心吸力产生了一个这样转的扭力 于是水瓶就会得到这样的角动量 它就会打转下去塌下 当我们拉开一道门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产生了一个向这个方向的扭力 令到门有一个向同样方向的角动量 于是门就会转开 当Professor Lewis按下一只不转的碟下面的时候 这只碟就会承受一个向这个方向的扭力 所以这只碟就会有一个向这个方向的角动量转下去 一件东西本身不转的话 扭力的效果其实都挺容易理解的 但是如果一件东西本身已经在转的话 扭力的效果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到平时拉力推力的比喻 大家就会明白了 对于一件本身在动的东西 拉力就会将它的速度拉向力的方向 例如一包纸巾向上飞 向下的地心吸力 就会令到包纸巾由向上飞 变成向下飞 无论你怎样扔包纸巾 它一开始是向什么方向飞 都好地心吸力都会将它的运动方向拉向下 所以拉力是会将一件物件的速度拉向拉力的方向 同样地扭力也都会将角动量扭向扭力的方向 即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看刚刚叠叠的例子 当Professor按摠叠下面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打側向这个方向扭的扭力 于是叠本身有的角动量 就会由平转变成打側转 尝试去对齐扭力的方向 当Professor按摠叠上面 就会产生一个反方向的扭力 这个时候扭力和角动量就沿着相反方向转 于是叠叠既有的角动量 要尝试对齐扭力的方向的话 就要扭向另一边 这样角动量和扭力就可以向同一个方向转 所以扭力就会将角动量的方向扭向扭力的方向 如果大家明白这件事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到陀螺的问题 一个不转的陀螺打側的话 就会自己躺下 这个我们是明白的 因为一个陀螺打側的话 地心吸力就会产生一个向这个方向的扭力 将陀螺转下去 我们姑且叫这个扭力做地心扭力 这个地心扭力 就会令到陀螺有一个向这个方向的角动量 于是陀螺就会转到桌上 但是正在转的陀螺 为什么又会不跌呢 为什么它可以那么稳定 好像完全无视地心扭力 就是这样的呢 我们细心点观察一下一个正在转的陀螺是怎么动的 大家见不见到一个正在转的陀螺 其实不是站定定的 除了陀螺本身正在转之外 原来陀螺的自转轴 都会围着垂直线在那里 转转的 这个现象叫做 进动precession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找问题的答案 陀螺其实不是无视地心扭力 进动这个现象 就是陀螺对地心扭力的回应 即是怎样呢 一个打側的陀螺 是会受到地心扭力的影响的 例如如果这个陀螺 向这个方向打側的时候 地心扭力就会沿着这个方向 将陀螺这样扭下来 大家记得我们刚刚说过 扭力会将既有的角动量 扭向扭力的方向 陀螺的进动 其实就是陀螺的角动量 被地心扭力拉向扭力的方向 但是当陀螺转弯了一点点之后 它就会向另一个方向打側 于是地心扭力扭的方向 就会有些分别 陀螺的自转又要再转多一点 去继续扭向地心扭力的方向 但是这样扭的时候 打側的方向就又继续变了 所以地心扭力又要再转多一点点了 陀螺的自转要继续追着扭力 于是陀螺又要再转多一点点了 然后扭力又再改变方向 如此类推 所以角动量就会不断追着 不断转的扭力去走 所以陀螺就要永无止境地 追着那个转的地心扭力 好像一只猫永无止境地 追着自己的尾 原来陀螺不是无视地心扭力的影响 不过影响就不是扭掉了一下就算 而是这个永无止境的进动过程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更加夸张的例子 陀螺就像反重力那样 只要一条绳吊住其中一边 它就不会躺下了 另一边好像浮起了那样 我们现在就懂得解释这个现象了 其实陀螺不是反重力 它的确是被地心扭力扭着的 但是这个扭的效果 就不是将陀螺扭跌 而是将陀螺转的角动量 扭向地心扭力的方向 于是陀螺就会进动了 如果大家想测试一下自己 明明陀螺的原理 那给个挑战大家 我用橡筋去扯professor lewis 的陀螺移的时候 陀螺就向不同的方向进动了 大家可不可以由橡筋产生扭力的方向 和陀螺进动的方向 去反转推上陀螺 向什么方向转呢 所以原来陀螺不是大家想像那么神秘的 不过我刚刚的解释 还有两个地方不算很完整 一 刚刚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陀螺 可以不被扭跌 而是稳定地进动 但是我们还没解释 一个转着陀螺 我放手之后 怎样自己进入这个稳定的状态 大家看到我一放手 陀螺就好像立即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开始进动 其实在我放手和它进入进动的稳定状态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呢 陀螺是怎样由不动 开始进动的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其实呢 进动都不是永无止境 当一个陀螺的自转 因为摩擦力越转越慢的时候 它总有一个时候 不可以继续稳定地进动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两个问题 就让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这个就是陀螺背后的秘密 原来陀螺的原理 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会出现 下次就带大家认识一下 磁力共振背后的现象 和陀螺有什么关系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所以 这个是这样的方法 如果它转称 那时候 这时候 它转称 因为我爱交损 让我告诉你 当然 对 是 那是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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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第四十 感谢观看